有人说这部动画三观不正且尺度相当之大 不建议心智未成熟的人来观看 人魔神之间的混战 究竟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反派 在八百年前 人足即将被魔族消灭 人内带的强烈求生的意念向神明诚心祈祷 名为委托天的战神蒋林于世 达到魔族并将其封印 为了让结界更为完整 所有委托天以牺牲性命为代价 当自己的灵魂随着结界一起封印 只留下一位叫林的怜情委托天来见证这一切 万一结界不幸被破坏了 林的使命就是收拾、闪后 以及培养新诞生的委托天 隔八百年来 结界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新诞生的神在平稳世代 从没有与魔族发生过战争 活了八十年的损能 也卷得枯燥乏味的修行 认为每天修行根本就没有意义 很快一位叫波拉的委托天 利用能力从小动物那得知了一个消息 人类军队聚集在北边的大冰河地带 智商担当的委托天以死底 猜测这件事绝不简单 虽然距离冰河地带有400公里 但以委托天的速度也只需要20分钟 如此之快的速度 是普通人类反应无法捕捉到的 波拉轻而易举的潜入 左部尔军队调查 过来如他们所想的一样 有一位人类博士找到了冰封魔族的据点 也简直到旁然大物 就是八百年前参与毁灭世界的魔族 虽然只是下等魔物 可也不是人类的军事水平能够抗衡的 军队首领认为只要驾驭牛头怪 就能称霸世界 而博士则想解放魔族来看看如今的神会是何种姿态 此言一出 伊斯利已经感到冷寒直流 关于八百年前的事 在人的社会并没有留下相关文献 为何博士会提到委托天 难道博士也活了八百年吗 可能内寿命根本不可能做到 那么博士的身份有可能是魔族 为了复兴魔族 在这八百年来不断潜伏 伺机而动 很快 牛头怪就从冰冻中脱困 感应到委托天的存在 使他变得异常暴躁 本来不会主动攻击的他 顿时朝着波拉发射能量 发现委托天的出现 博士感到异常的兴奋 他打算让牛头人来测试一下 所谓神的战力 而事实如他所预料的一样 没经历过战争的平稳时代 委托天实在太弱了 利用超音速的冲刺 他产生冲击波 虽然能够击飞牛头怪 可却完全没有任何伤害 平日不想训练的伊斯利 更是连击飞牛头怪的力量都没有 反而被牛头怪 管穿了胸口 但当然没想到的是 即便胸口被彻底贯穿 伊斯利却能救行动迅速 对此博士感到非常惊讶 很想让他对委托天的了解并不多 委托天的本体是精神能量 他们的肉身是打不死的 只有一时消亡才会真正死亡 虽然牛头怪看起来很强大 但对于跟着林修炼了80年的损能来说 已经绰绰有余了 只见他有些生气被牛头怪打飞 任真一拳竟将牛头怪胸口给贯穿了 绿色的血液从体内喷洒而出 与委托天的本质不同 魔族的身体与人类无异 重要的器官损坏就会导致死亡 博士眼看情况不对 立马驾驶飞机开一溜 不过却被损能追上打算与他吊吊 在拆了机翼后 损能才想到 好像人类从高空掉下去会死啊 但博士的本体竟是一个机器人 还显然他的真身并不在这里 事后伊斯利派来火速来收拾牛头怪的尸体 生法被左部额军队抢先一步 他们隶属于左部额帝国 到处都是工厂和兵器库 也是乌兰海洋和空气的难国家 身为神的委托天使不能干脑人类的自然行为 其中就包括了少傻抢虐 这群野兽们的战斗不是为了防卫和天真道德 一切都只是想要侵略 女将军的鼓舞是让士兵说出心中的所想 他们想要对敌人杀戮 想要虐夺金珠宝 更想侵犯他国的少女 所有人就仿佛披着人皮的野兽而不自知 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一个纯真的修女在教堂虔诚地祷告 结果一群左不额帝国的士兵突然闯怒 他们一把撕开了修女的衣服 虽然修女不断抵抗 表示他们这是在戏毒神的威严 但对于无神论的士兵来说 他们既往神是什么东西 卫生纸倒是很多 最终纯真的修女失去了完毕之身 而她所信奉的神到最后都没有出现 神真的存在吗 可怜的修女并不知道 在神的世界中一直认为 虽然战争过于残酷 但最终得意的角色还是人类 造成人类痛苦的角色也是人类 对于人类来说不到灭亡的时候 他们就会处在能够自私自利 同类相残的和平时光 而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中 许多想要求生的人类意念 便诞生了毫无意义的神 神和人之间的思考方式 其实一样 这是立场不同罢了 他们不会为了人类而去打败人类 只有在世界又一次面临魔族的威胁 神才会降临于是守护地球和人类 不过800年来 伪徒天只有修行 他们需要随时提防某一天魔族会卷土重来 虽然魔族就宛如野兽一样 没有智慧 只会凭借强大的力量 依靠本能战斗 假如伪托天们不去打败魔族 最终魔族只会吃光世界的一切 然后饿死 伊斯蒂搞不懂魔族的存在 究竟有什么意义 如果他们拥有智慧的话 正想采访一下 而在左布尔帝国的会议室内 一群拥有智慧的魔族 正在议论纷纷 伊斯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博士竟然是这群魔族的魔王 身体背毁的他 可以使用极大临时身体 原来魔族早就已经潜伏于世 而他们的智慧 也不是长久以来的进化得到 是博士利用技术赋予了他们智慧 现在的魔族就像委托天一样 同样是披着人类的外皮 根据他们的数据调查 读金潜伏于世的魔族攻击364位 而国民总人口为2亿2000万人 士兵人数在8000万人 这个数量已经满足了魔族 所需的劳动人口 整个左布尔帝国 已经被魔族渗透掌控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委托天 而神的数量 大概只有寥寥无几的各位数 博士通过跟踪器 那是得到委托天的根据地 于是派出了数名魔族干部 那算先下手为强 林林最小的波拉 第一次见到魔族 整个人感到不寒而栗 就连他们当初最强的损能 都被魔族轻而易举的脸压 作为师父的林 别无他法 只要亲自迎战 只是一扎眼的功夫 魔族的头颅就跟身体分开 他甚至不知道林 什么时候出手 毕竟林是经历完整修行的委托天 是当今世上最强的神 林不是与生巨大就这么强大 年幼的他胆小懦弱 面对魔族只会逃跑 都是爷爷在奋力地保护他 后来魔族被爷爷 他们用生命的代价封印 神魔大战过后 他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神 但巨大的恐惧 能处占据他的全身 他担心哪天封印松动 只剩下他一个神 要如何与魔族对抗 于是林选择逃避 专研究过去了50年 在确认世界真的没有魔族出没后 林在终于开始活动 他逐渐想通了爷爷们临宗前的嘱托 于是他开始刻苦修行 只会追求绝对无敌的战力 到底要变得多强 他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只有不断修行 才能消除心中的不安 后来平稳世代迎来了第一位 全新的神 普兰提亚 在林的指导下 他变得格外强大 而林也在过了600年后 感受到世界的和平 久违地露出了笑容 现在林重新收到三个土地 魔王不是为了不让神的阵营变得更强大 所以必须躲开最强的林 绝对杀三威还在成长的韦托天 他们的计划是让魔族潜伏在人类军队后方 司机而动 因为他已经确定 韦托天不会对人类出手 但林竟然产生灭掉人类 来找出魔族的想法 可经过调查后才发现 人类的数量实在过于庞大 即便他出手也会有漏网之余 届时只会打草亲手 让魔族更为警惕 所以林接纳了伊斯利的提议 等待他的大徒弟普兰提亚到来 一起上议 虽然伊斯利知道普兰提亚在哪里 但他并没有马上告诉林 而是要了一周的时间 皇上来寻找 普兰提亚对林 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 林的修行方式可能会让人骨折 喷血等等 虽然委托天使不倒不死 但过度的激烈修行 让普兰提亚受到了心灵的创伤 现在只是感知到林的气息 就会动弹不得 所以伊斯利才需要提前来告知普兰提亚 让他调整心态 并且他还请求普兰提亚入侵帝国大军的网络 以此在调查潜伏在人类军队的魔族具体有多少 说完他就要带着被林杀死的魔族头颅送往研究所 一直以来 伊斯利都在被地组织的人类科学家研究委托天和魔族 普兰提亚更是在他提出的委托天理论中 实现了魔法的使用 这是连林做做不到的特殊能力 男儿伊斯利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已经被魔族军队的监控给监视了 以女将军为首的三位强大的魔族已经找上门来 伊斯利的单独行动被他们盯上 而研究所的成员也从牛头怪的尸体 发现魔族的身体结构果真与人类无异 只要毒素足够强大 同样可以致死 另外伊斯利还得知 左部的那位魔王博士也在秘密进行繁衍实验 看来他是打算找到那魔族量产的方式 突然有一位研究成员神色慌张地把伊斯利带到一间仓库 下一秒 他就被魔族大军给杀死 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魔族战士也找到了损能而普兰提亚 歼灭行动正式开始 眼前这个性感妖狼的女人是魔族的大将军 他奉命前来收拾掉实力较弱的韦托天 那他的攻击却没能奏效 韦托天最拿手的就是速度 而伊斯利平对不注重修行 在战力方面他自知不如女将军 于是掏出一枚闪光弹干涂了敌人的视野 在这期间 伊斯利不断说教 而女将军则是将头发伸入弟弟 打算从后方偷袭伊斯利 就算女将军事业恢复后伊斯利再一次能够闪光弹 同样招数不可能奏效第二次 然后在女将军闭眼的刹那间 伊斯利已经将女将军的衣服给撕破了 这些他面红耳赤的赶忙遮挡隐私 在800年前的魔族是没有智慧的 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 男人如今魔族被赋予智慧 自尊心也因此变高 100年以来魔族人口增长才364人 这都归咎于魔族少女开始羞于裸露见人 不愿再执行繁衍任务的结果 守护族座的女将军也试图反抗 可最终却无法抵御高浓度的春药和麻药的混合毒素 市面上没有任何一款毒素 可以让纯种魔族瞬间痛苦死亡 魔族的忍耐程度本身就比人类还要强大 但拥有人类大脑的他们 却会宛如人类一样容易去浮育快感 伊斯利的说教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让毒物在女将军周边散发 很快他就坏掉了 整个人充满了色气 看着眼前这性感有误 伊斯利表明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 女将军试图用最后伊斯利制 热救伊斯利杀了自己 但他显然无悔的伊斯利 身为科学家的伊斯利 能让他感到兴奋的床是手术台 纯种魔族的标本 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实验品 而这次竟然得到了三位 同样奉命袭击叫若 韦托天的另外两名魔族就比较倒霉 他们没有普兰提亚的具体数据信息 误以为跟伊斯利一样 都是在成长中的韦托天 那而这是不亚于世界最强战力 林的巅峰战力 其中一位魔族被普兰提亚用来训练损能 最终损能花费了六个小时 才耗尽了魔族的体力 而普兰提亚这边只用了一招 三位纯种魔族在伊斯利的手术床下来后 就彻底被洗脑了 成为韦托天阵营的一方 他们将所知的魔族信息 全都透露给伊斯利他们 虽然他们这边有林和普兰提亚 两大超强战力 但据说魔族那边有三个恐怖的存在 皇妃白兰帝 皇帝 朱夏 铲婆 五眉 其中最为特殊的是铲婆 新诞生的魔族会被铲婆暂时放到体内 然后让人类的幼儿和魔族融合 最终可以让魔族拥有人类的外表和智慧 只不过这个融合方式的成功率显然很低 为此 他们需要大量的人类繁衍后代 引发战争对于左部和帝国来说 除了侵略以外 更多的适当士兵 不用在意道德底线 肆意迫害少女 从而让人类数量快速增长 但这才嫩且不道德的行为 会让不少女性无法承受痛苦而选择自杀 为此在魔族有一位专门驯服这些少女的魔人未来 由于融合蛋下的魔人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魔族最终干扰了融合过程 于是蛋下的未来这样的失败品 它不像其他魔族一样天生拥有强大的战力 可就是这般落小的它 却成了整个魔族至关重要的存在 神经系统受到药物的刺激而产生副作用 未来获得异于常人的洞察力 是整个魔族智慧最高的存在 伊斯蒂本想到女将军等人重新混入魔族左卧地 但有未来的存在 他们的身份会立刻被拆穿 之前被左部的士兵侵犯过的修女 在经历残物人道的对待后 眼神灵就透露出一股坚定 可在未来的手下 它成不过三秒 整个人就沉浮于无尽的快感中 而不可自拔 未来更是一眼看穿的世界最强战力 灵的想法 站在原地 闻死不动的灵并不是在修行 而是在大脑飞速计算 以何种方式可以摧毁所有的左部的军舰 不留下一条漏网之鱼 但这情况也让未来感到惊讶 未投天一直都是人类阵营的一方 可为何灵却打算灭掉人类 未来猜测这或许是反击的假设 灵所在的岛屿有着它想要守护的东西 如果有人入侵 它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最沉重的一击 哪怕入侵的对象是人类也是如此 魔王博士在此时给未来解惑 你守护的必定是魔族的封印 800年前的那场神魔大战 即便是现在的魔族也没能知晓 未来对博士的身份一直很在意 为何他会知道800年前的事 起初整个魔族的人都怀疑过博士的身份 认为他是人类伪装来利用魔族 但过了上百年后 人类的身份被排除 但未来能就在思考博士的身份 因为如果博士真是魔族 可智商未免也太高了 由未来同样疑惑地 还有得知魔族众多消息的委托天们 结合800年前的神魔之战 以及这些时间对魔族的了解 以此理基本可以断定 魔王博士的真正身份是委托天 委托天的诞生必须满足三大条件 大量的生物意念与求救的心灵 以及经过数百年的岁月 800年前的神魔大战有一个秘心 即便是委托天先辈们都不曾知晓 魔族被姐姐封印 根本不需要先辈们牺牲自我来加强封印 因为只要将魔族困在姐姐一年 就能让他们饿死 没有智慧的魔族 甚至可能因为饥饿自相残杀 而家族他们的灭亡时间 换句话说 先辈们白牺牲了 他们只需要轮流封印个一年就行了 并且他们的牺牲还换来了一个未知的风险 作为牺牲的委托天 与衰落冰死的魔族 传递出求救的心灵 再加上800年的岁月 先辈们的封印完美地满足了 诞生委托天的三个条件 冰死魔族的意念 促使魔王保护魔族 而牺牲的委托天 则赋予了智慧 但姐姐太过牢固 以至于魔王根本无法冲出结界 只能以意念的形态 寄生在他人他物身上来行动 所以魔王自己本能的记忆非常混乱 他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但不管怎样 只要有让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存在 委托天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扼杀 于是他们开始准备进行反击 彻底岛尾被魔族掌控的人类帝国 佐布俄 在这之前 他们先来到一个名叫萨巴依尔的国家 正是一个信奉神的宗教国家 不过为首的老头 一直谎称是神的代理人来肆意敛财 教徒们被他疯狂嬉闹 称了他侵略的战争工具 跟他理念不同的人 就是协助神的邪恶 所以必须用死亡来救出这些罪人 至于罪人的财富和资源 就要身为神的代理人才能支配 头一次听到强盗言论 柳子清新脱俗 而伊斯尔的他们来到这里 就是要警告这个国家的重任 在左布俄帝国覆灭后 必须帮助左布俄帝国尽快复兴 还得和无神论的霍塔耶娜结盟 以此来达到所谓的三足鼎立 这样人类的秩序才不会出现崩坏 只有他们想做什么 委托天都不会再插手 神所在意的只有发展过度 造成环境污染和爆发战争 而老头子弹不可能答应 可见到波拉徒手接子弹的行为后 立刻下跪 扣见尊贵的神 这个国家的800年前 是委托天用来给人类紧急避难的场所 随了时间游逝 徒弟与发脾气而开始不适合人居住 在普兰提亚到来后 只用了几天就让这里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他们兴奋的神准确来说 是普兰提亚而不是委托天们 最终萨巴耶尔伯特不在伊斯莲警告下 遵守跳规 负命魔族的行动在今天正式开始 以灵威尽的五位委托天 要与300个位魔族对抗 而这个消息也已经被魔族提前指导 在知晓还由于未不亚于灵的强大委托天后 魔族的士气前所未有的低迷 未来更是已经提前开溜 他带上了铲婆还有虎士两名魔人 为了日后这些魔族做准备 那些还怀着身孕的人类被他当场抛弃 反正只是用了繁衍魔族后带来工具人罢了 而就在未来前脚刚走 下一秒 只见大地归裂 未来朝身后望去 只要他在晚上那么一秒 就会被普兰提亚一脚处死 而林就更加夸张 只是抬手挥刀 这件左布厄帝国的建筑就全被一分为二 而水林则是找到修理被困的监狱 救出了他们 但早已做好与左布厄帝国拱生死的皇帝 却站出来要取走损能的手机 皇妃也利用能力控制魔人与林发生了缠斗 经过800年 全新的神魔大战又一次大响 这一次神还会入院吗 修炼了80年的损能 遇到了魔族的第二战力皇帝 他的格斗技术明显比损能还要厉害 但损能有着超出再生的优势 即便双眼被皇帝戳下 也能迅速复原 即便胸口被皇帝刺穿也能不死 甚至找到机会败断了皇帝的手臂 身体结构的差距已经注定了皇帝的败备 可损能并没有通下杀手 他更在意的是输赢 他不想每次遇到魔族都要师父出手 皇帝拿出盒带按钮 可想到自己孩子还在逃亡 他最终捏碎了发射器 宁愿自己死亡 也不愿让孩子牺牲 只要魔族的血脉没有消亡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然而被损能解救的修女 才看到皇帝的惨壮竟心生怜悯 可皇帝的体重足足有500公斤以上 在修女的认知中 皇帝并没有将他们卷弄战斗 也没有把她当成人质 甚至还想让她快逃 所以修女潜意识认为皇帝并不是坏人 在看到皇帝死亡后 修女想到自己之前被士兵侵犯 被抓走关起来时 以及现在 她做事那么的落效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一味地祈祷 修女想要力量 此刻她认为祈祷是多么的武力 她渴望拥有像神一样的力量 在她仰天长笑的那一刻 所以人却意外牵引出了全新的韦托天 左部的帝国满足韦托天的三个诞生条件 而诞生的韦托天 其外表、性别以及名字和性格 会以满足条件的当下 发出最强意念的那个人为原型 与修女相同外表的韦托天也叫吉尔 而人类修女的圣母心到底有多可怕 在看到普兰提亚为了保护自己 而杀了一个魔族痘痘 进攻来伸了她一巴掌 谴责她杀生的罪恶行为 普兰提亚没有生气 反而欣赏修女的个性 但现在是神魔大战 这样麻烦的性格真的碍事 普兰提亚打运的修女 表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战争 能符合她的理想 而于魔族最强战力皇飞战斗的林 却陷入了苦战 拥有控制魔能战斗的皇飞 躲在暗处各种系动林 头上简单的林更是被皇飞斩断四肢 这也彻底冷漏了世界最强的神 她不再寻找皇飞的下落 而是主动缠上控制魔能的丝线 以飞速的旋转和巨大力量来拉动四线 最后爆发强大的能量 以林为中心的战场被尽数摧毁 虽然皇飞侥幸活下来 但也却暴露了自己 而林对她没有兴趣 她想要知道的是魔王到底在哪里 因为魔王取名的方式和她的爷爷很像 这时魔王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 近距离查看后 林发现魔王的一言一行都跟爷爷十分相似 魔王对林似乎十分了解 这也让林不禁猜测 魔王的委托天原形或许就是他的爷爷 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最终被皇飞找到机会 偷袭战成两半 但委托天的身体是由意念组成 所以林根本不在意露身的毁坏 反而急于皇飞致命打击 最终战斗彻底结束 魔王下落不明 走步的帝国在伊斯帝的管理下 将会重新走向复兴 而林则陷入了思念爷爷的情绪中 无法走出 胡兰提亚第一次看到师父这般丑态 根据数据调查 这次逃走的魔族一共还有九位 除了皇帝和产婆 以及护士三位高层 还有皇帝黄飞的孩子 他们潜伏到人类社会中 利用自身强大的力量死于虐夺 胡兰提亚不断寻找魔族残荡 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也让她有些烦躁 不同于其他魔人 有着最高智慧的未来带着产婆护士 找到一个常年不社交的宅女 在确定她的生活只有她一个人后 便毫不犹豫地处死了她 霸占她的房间作为他们的据点 时间转眼过去了数年 黄飞的三儿子巴兹 和元祖不合帝国少校 导致剩下的是没有智慧的魔物 不忍心的巴兹把孩子放上大海 结果导致海洋生态平衡瞬间破坏 连鲸鱼都成了魔物的口服 新闻开始大肆传播这个消息 而未来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韦多天必须分出大量精力 去寻找这些自动的杀戮的魔物 而她则可以找机会与魔王联系 在未来的计划下 即便是智慧超高的 伊斯利都没能阻止未来与魔王的联系 于是伊斯利把未来 当成了魔族头号的重点抓捕对象 可没想要次日 她竟然光明正大地出现在网络 布兰提亚火速赶去抓捕 可却没有发现未来 等伊斯利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林虽然拥有最强战力 可却头脑简单 所以未来同样把伊斯利 当成委托天的最大威胁 她联系到魔王后 就让护士捏造出一个假人 让魔王寄生 后来布兰提亚找到魔王的时候 她已经又换了一个人皮伪装 从而躲过抓捕 后来发现这个计划行得通 魔王便混进了伊斯利的总部 利用春耀控制了被伊斯利 洗脑的魔族女将军 最后在魔王的手段下 被伊斯利洗脑女将军 克力等人都恢复了神志 女将军火速找到了伊斯利 分动了她把伊斯利的手脚切断 还在后来抓到了波拉 也如此对待 接下来他们对委托天进行研究 各种残酷的手段在他们身上实行 虽然委托天的身体是意念组成 但由于是人类意念诞下了他们 所以该有的痛苦也会存在 只要身体复原 马上就会继续实验 魔族的反扑正式开始 而感到这一切的克力 竟感到了恐惧 明明自己已经不受伊斯利控制 可为什么会觉得害怕 就像修女一直在感慨的一件事一样 虽然走不和帝国 让人类不断生育幼额 来给魔族充断繁衍的工具人 可魔族这么做是为了生存 如果想要跟魔族和解 就意味着要他们灭亡 因为没有人类幼额的融合 魔族只会带下无脑魔物 来破坏世界 届时人类依然会被魔物吞噬 对我这件事也太过残酷 人魔神难道就没一个共生之道吗 这是修女在考虑的问题 也是克力在想的事情 站在各自的立场 他们都有各自的说法 现在即便是可以一刀毁掉 一座城市的您 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无论为例 委托天也并不是绝对不死 魔族是否能找到 将他们杀死的办法 即使世界又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翻明 平稳世代的委托天们 这是一部节奏把控的很好的作品 绝对是不能错过的神作 虽然结局卡在了一个 特别难受的地方 但这也让很多观众 产生了对第二季的期待 神恶魔以及人类 无关乎正义邪恶之关系立场 很多故事线都在用神的视角 来俯瞰人类 虽然加入不少恶趣味的操作和描述 但这些同样也是现实的真实写造 你不想看到的东西 它不一定并不存在 世界上所有事情 并非得按照你个人所想进行 所以吐槽 这是一部低俗 没品味的人 需要明白这不是童话 兴致不成熟的人 真的不建议观看这部作品 很多观众看到魔族的残忍行为 都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魔族的本质 也是人类 作者多次强调 魔族拥有的是人类的大闹 而维托天从始至终给人的观感 都是对人类的不在乎 而高高在上 如果把神魔二则结合在一起 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 那自学神的代理人的老头 他同样不在乎 除了他以外的人类 私以年财 杀害同类 脑头不仅拥有魔族的欲望 还有维托天的理性 说之不动画 更多的是作者用神的视角 来审视人类自身 维托天从不插手 人类之间的争斗 这就好比我们人类 也不会插手 动物种族之间的争斗 难道不是吗